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卓越使你更有影响力 台湾纺织品牌戴笠 创办人萧戴笠 2019年在法国巴黎一场 被称为纺织界奥斯卡的展览中 以台湾制造的三名字部 吸引各大国际顶尖品牌的目光 三名字部的正式名称是 3D立体织物 因为结构有三层 又被称为三名字部 拥有透气、清肤、弹性加 散热快又轻薄的特性 小后代理看见这块布料 创新的可能 便与团队开始研发 期待能将三名字部 更广泛地应用在其他商品上 至今除了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 内衣、面料广为使用外 戴笠纺织产的三名字部 还被用来制成礼服 甚至因为散热快的特性 被用来制作美国警察 装枪支用的背心 肖戴笠在一次专访中 谈及接触三名字部的契机 他提到因为家建需要 国中毕业 他就到日本入唱贴补家计 而之后回台开立人力仲介公司 有一次朋友请他帮忙 找做三名字部的厂商 他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他就决定自己做 在纺织业被视为夕阳产业的年代 他毅然决然地开了纺织厂 他不仅是投入财力 更投入信力 肖戴笠说 我要学啊 我不能只是当投资的老板而已 于是他从零开始 不懂得就拼命问 整间纺织厂 百分之九十九的产量 都是三名字部 最终肖戴笠挑战成功 开发出各种创新的三名字部 扬名国际啊 亲爱的朋友 故事中的肖戴笠 尽管每一样他做过的工作 都有极大的差异 但当他转行至纺织业时 他不只是投资 更从零开始学习 而这也是让他不断成功的秘诀 在于他做什么 像什么 做人力仲介时 积极地为客户找资源 做纺织厂老板时 愿意投入心力来学习 相当的敬业 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一位 做什么 像什么样的人物 他的名字是约瑟 约瑟医生 有过四个身份 也可以说做了四个行业 他第一 他做儿子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卓越成功的儿子 是他父亲所最爱的一位儿子 而第二 他做过奴隶 即使因为某个原因 使他落到社会的底层 他仍然是杰出卓越的 就算是做奴隶 他也做到奴隶的头子 成为波提法家的管家 而第三 他做过囚犯 可是在狱中 上帝与他同在 他就蒙典狱长的欣赏 他在狱中就成了老头 第四 他做过公务员 最后成了埃及的展相 约瑟医生 太精彩了 他做什么 像什么 做一行 像一行 他无论在哪一行 都可以表现得杰出 亲爱的朋友 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 你是否愿意 投注心力 追求专业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 做什么 像什么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相信上帝必会祝福你 无论在哪一个领域 哪一个位置 都能脱颖而出 拥有杰出的表现 使你在所在的地方 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 必受亏损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 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